当女人在婚姻家庭中感受到不幸福,就会在外面找幸福 这样出轨的女人也就越来越多 但是出轨的女人也有自己的顾虑和担心的 毕竟她们也是有家庭,或者原家庭中还是有些感情的 若是以后离婚,可能自己会人才信师 所以她们出轨的时候会特别小心 一,怕被丈夫知道 这种女人最怕的就是丈夫知道 这时候结果基本上是离婚或者是将就的过一辈子 就算两个人还能走到一起 但是这将是两个人一辈子的家属 她们会为了孩子这样保持表面 但是内心却彼此有隔阂 若一个家庭连信任都没有了 那这个家庭也就善了 最后基本上跟离婚没两样 一家人过着两家生活 二,怕亲戚朋友知道 若是事情败露出来 亲戚朋友知道了 自己会在外面颜面尽失 若是他们离婚的话 在他们亲戚朋友的嘴里 他就会成为婚姻过错方 还有,毕竟人都是要面子 要是在外面传自己水性羊花不舍妇导 自己在单位或者是生活中都难以立足 你是想要重新找一个人 别人一打听,亲戚一说漏嘴 下一段婚姻可能也会不幸福 再说,谁也不想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讨论对象 三,怕影响自己的孩子 虽然有时候夫妻之间感情会淡 但是每一个母亲是不会舍弃自己的孩子 或者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她肯定会想着孩子面前有自己高大的形象 若孩子知道此时的母亲是一个水性羊花的女人 那么会在孩子心里留下怎样的印象 给儿子心里制造多大的伤害 若是因此得了某种心理疾病 那她一定会坠毁莫及 所以,也许是每个女人作为母亲最害怕的地方 四,怕当场捉奸或会拍下出轨的证据 结婚后的女人肯定会为自己以后着想 万一跟丈夫实在过不下去 离婚了,她肯定是想多得财产一点 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 她肯定不甘心给别人 当她出轨的时候 被别人拍下证据或者当场捉奸 在法律上是属于过错方 肯定要付出代价的 这对她的未来还是有非常大的损失 以后离婚了 自己的生活方面可能会困苦一点 所以她们肯定也自己提前做打算 毕竟两个人离婚了 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了 就是两个陌生人了